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可不想被伤他 很好 汪岗铁已经把大哥骗来了 我们就在这儿等他踏进陷阱 什么情况 人怎么还没到 你们人呢 还在第一层 速度些 我都等得不得翻了 怎么还没到啊 这都多久了 快了快了 就这么大力踏到了吧 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到底行不行 这世界 照顾我们搞定躲伤的兔灵石了 有没有搞错啊 无法主力路摸进来两个小时啊 我早到了睡了一觉了 要不要这么离谱 我也没办法呀 莫凡他就疯了一样 一个劲儿担心这废弃剑就不安全 没走一步你又要看半天 我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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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力 这这都从中一个大力 这人是天气 天气 天气 起 过铁 这是啥 果然有诈 黄钢铁 你先走 大哥 你跑不掉了 你也投靠了童话者 为什么 我等你好久了 你们几个都判灭投敌了 大哥 有诈给了我们力了 而且啊 他让我们戳掉你 那念在大哥救过我们三人 我们邀请你一起成为童话者 并加入丧爱家族 五星沙马特贵族 你们好歹也是图灵师 居然投靠童话者 而且还试图拉我下水 我和童话者不共带天 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我会让赵日天对你们从轻发落 从轻发落 大哥 我知道你很强 但 看好了 你 这就是我们成为童话者后的新力量 从过去的我们简直是失让之别 快束手就擒加入我们吧 孟凡 真要对我动手 换了那只软泥怪了 可别自讨苦吃 可恶 在我的血之结界内 是无法动用灵力的 少说废话 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欢迎加入我们童话者的行列 怎么回事 这个接近 应该能削弱你们图灵师的力量才对呀 最后一次警告 王钢铁 立刻投降 我不信 现在明白了吗 即使你成为童话者 在我面前也没什么区别 再来 一来 呀 凯甯 不齐 童话 你这样下去天走又迫下 天啊 用那一种吧 想不到被你逼到这样 那就让你看看 我们沙玛特三人祖 无与尊 wider羁绊 羁绊 我们的 和敌敌 太 这什么原理 童话者还有这种本事 普通的童话者当然没这能力 但我们三人情同守宗 就让我们坚持一下 我们的力量 到了 就是这里 地下二层似乎有节节封锁 有战斗发生 正好 有节节封锁 消灭他们的时候 也避免伤到普通人 那马上行动吗 最近街区屡次出事 民众对于我们协会 已经有些不太信任了 正好借此机会 打力宣传一下 主任的意思是 叫媒体来 没错 你赶紧联系媒体 做现场直播 剩下的人 将整个商场包围 只让我们主动攻击 内股力量便不会出现 内股力量的弱点就是 只能被动的反击 被他猜到了 所以 尝尝我的几招啊 这是 恶梦能力 这种能力是对我无效的 你忘了吗 为什么 我突然感到一丝悲伤了 因为这并不是精神攻击 而是将我们曾经的遭遇 重献给你 体会下我们曾经的遭遇吧 这是 怎么又碎了 都完蛋 剩下又要被控公子了 这是我们的过往 我们的疯啊 因为飞鱼教作乱 和怪兽袭击都去世了 我们三人举摸无情 在辍学后 只能进工厂打工养活自己 那段日子 简直像是行尸走肉一样 套你工资 工作苦工资低 更重要的 麻木和被忽视 通常就像是巨大的牢笼 机器恶魔 人却冷漠 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 人们很少交流 每个人 都像是机器的一部分 等等 我现在好像是一个附加少爷 我终于开始走大运了 少主 别怪我 狗狗走好 哈哈哈哈 呀 呀 呀 聂处 快快让 否则我让你魂飞魄散 哼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哼 既然修为已开 我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甚人稀辱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剑碎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想你能来吧 千亿 我 我 我 可以 大 大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boss 六龙头 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今天晚上都遇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二人都 二人都 快逃啊 我们出界了